看娱乐八卦 谈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这段时间 富商刘鸾雄 开始不断拍卖手中的藏品 外界也给予了他广泛的关注 不过很多人都以为 刘鸾雄是不是手头紧了 要知道 近期刘鸾雄拍摄 拍卖藏品已经套现了七个亿 之后大刘再度出手 拍卖自己珍藏多年的红酒 卖出了五千万港元 当然 这一点点钱对大刘来说 连零花钱都算不上 除此之外 他还卖了不少名画 总共套现八亿港元 大刘除了是古坛狙击手 也是全球十大收藏家之一 他曾斥资超过两百亿港元 购买艺术品 听送甘比去学习 鉴别艺术品 最近几年 都有甘比为他购买 名画 古董 珠宝 红酒 等等藏品 大刘对媒体表示 甘比在他的带领下 已经成为了收藏品专家 急剧慧眼 大刘不断拍卖收藏品 令外界质疑 他是不是经济出现问题 但区区八亿港元 对大刘的生意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真的陷入财困 他卖掉一栋商业大楼就可以了 大刘卖掉的两幅名画 一幅是英国画家的水画 购买时价值2900万港元 如今2.3亿港元卖出 升值近八倍 另外一幅是长玉的 绿色背景四女 大刘用1630万港元购买 现在以2.58亿港元成交 也是大赚一笔 根据刘鸾雄的说法 他卖掉藏品是因为 甘比建议他这么做的 因为这几年仓库里的藏品 实在太多 卖掉一些可以让资金流动起来 而甘比之所以建议他卖藏品 外界解读他为 想分得更多的资产 也证明了甘比的野心 正在逐渐增大 还有人说 刘鸾雄是要跑了 不久之前 刘鸾雄曾经陷入了 洗米华的丑闻里面 当时刘鸾雄极力否认 随后 刘鸾雄就一直非常低调 加上几年之前 刘鸾雄在澳门吃了官司 被判了五年多 刘鸾雄之后 一直躲在香港 没有到澳门服刑 去年 港澳引渡条例计划修改的时候 刘鸾雄就跑到加拿大去了 其实刘鸾雄也是早有安排 他自己早就入了英国国籍 同时他在中国的生意 基本都清空了 华人置业已经多年没有拿底开发了 手里现在只有一些债券 跟股票的投资 主要都是恒大的资产 同时 刘鸾雄自己在英国购置了大量的收租物业 那么 这次刘鸾雄卖藏品 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呢 刘鸾雄是全球的十大收藏家 赢下收藏估值超过了千亿 他是不是想尽快把藏品变成钱 然后带到英国去呢 目前来看 应该还不是这样的 因为刘鸾雄虽然做好了安排 但是不到最坏情况 他是不会走的 毕竟他在香港生活了一辈子 几乎就是一个老香港 既然刘鸾雄不走 为何急着卖掉产这么多藏品呢 其实就是甘比在布局争夺家产 刘鸾雄的家产不是都分完了吗 甘比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但其实 刘鸾雄只是分了一部分的资产 主要是公司的股份 还有现金跟物业这些资产 他还有很多资产还没有分 这些没分的资产 主要就是他价值高达千页的藏品 刘鸾雄名下收藏不计其数 而且很多收藏多年来涨幅非常多倍 如今 可能连刘鸾雄自己 也不知道价值多少钱了 最近甘比一直在劝说 刘鸾雄卖掉这些藏品 为何甘比要如此做呢 说白了 甘比是在担心 如果刘鸾雄万一不在了 到时候 吕丽君的子女 护着刘鸣义来争这些藏品 如果全部变成了钱 那么自然就落入了甘比的口袋 其实 甘比现在也有自己的担心 他虽然看似手握大权 连刘鸣尾都被他逼走了 但是 他也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刘鸾雄对他看法的改变 刘鸾雄过去一直认为 甘比是一个清纯的女孩子 完全是一张白纸 不过 实际上他把家产大部分分给甘比之后 甘比却开始变了 到底是甘比原来就是如此 还是甘比慢慢变了 刘鸾雄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只是甘比的野心开始显露出来 他想要独霸刘鸾雄的家产 而且 要掌控刘鸾雄的华人制业 等数家上市公司 甘比肯定担心 刘鸾雄对自己看法的改变 如果刘鸾雄不支持自己 那么自己一切就泡汤了 另外一个威胁 就是吕立军的子女 渐渐长大了 最近 吕立军的女儿刘秀莹 18岁生日 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刘秀莹在网上 晒出了一张小时候 跟父亲刘鸾雄一起的合照 并且跟媒体表示最大的遗憾 就是父亲没有来参加自己的生日会 吕立军跟刘鸾雄闹翻了之后 刘秀莹也跟刘鸾雄很少见面 甚至刘秀莹跟弟弟一起 被刘鸾雄踢出了家族信托基金的受益名单 当年 刘鸾雄曾经花了几亿 买下了一颗全球最大的粉钻送给刘秀莹 可见刘鸾雄本来是十分喜欢刘秀莹的 不过 后来因为吕立军的问题 刘鸾雄开始远离刘秀莹 并且把送给刘秀莹的钻石收回来 钻送给了干笔的子女 刘秀莹小时候不懂事 如今长大了 她也开始明白父亲的重要性了 最近 她明显是在跟父亲打感情牌 如果刘鸾雄心软了 决定把家产重新分给刘秀莹 那么干笔自然就损失最大了 一方面是干笔 自己在刘鸾雄心中的分量减弱 另一方面 刘秀莹影响力开始崛起 此消笔长之下 干笔自然就开始担心了 为了尽快落袋为安 干笔就想办法 让刘鸾雄把这些藏品卖掉了 或许刘鸾雄也知道干笔的目的 不过 只要干笔不太过分 她也就没说什么 因为刘鸾雄现在也是很弱势的 因为第一 她已经跟干笔结婚了 两个人是真正的夫妻 另外就是 刘鸾雄现在身体不好 她也需要干笔的照顾 去年 刘鸾雄一个人跑去加拿大 英国的时候 干笔没有跟着去 当时 干笔在香港开开心心生活 刘鸾雄则一个人在外国 孤零零的 刘鸾雄比干笔大了29岁 而且 他的身体也不好 万一他真的走了 那么干笔会不会改嫁 都是一个问题 没想到 刘鸾雄一生纵横情场 最后却败在了干笔的手里 或许就是应了那句话 出来混的 总是要还的 保永勤卖了自己的嫁妆 身负重债 吃苦受累 陪她拼搏 1983年 她成为香港新妇 身家高达1.7亿 保永勤到此 可以输一口气 为她生下了一儿一女 可惜刘鸾雄却开始沾花惹草 流连花间 男人本性暴露无遗 李嘉欣 关芝林 洪心 蔡少芬 袁杰盈等等香港大美女 都曾经是刘鸾雄的前女友 那个时候 刘鸾雄堪称是香港情场的鬼剑仇 刘鸾雄除了有钱之外 她对付女人的办法也是非常多 才可以让这么多大美女都为自己折腰 刘鸾雄动不动就送房子 送车子 有的时候又十分贴心 比如说 爬21楼给李嘉欣送宵夜 给蔡少芬举办18岁成人礼等等 刘鸾雄谈过那么多位女星 保永勤最为满意的就是蔡少芬 在刘鸾雄与关芝林在一起的时候 保永勤还祝福两人 但她偏偏对李嘉欣持有很多意见 据悉 保永勤在答应离婚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唯一的条件 那就是 娶谁都不能娶李嘉欣 1992年 刘鸾雄与保永勤结束了15年的婚姻 从此成为了陌路人 之后 最为著名的就是吕丽君了 她虽然落选了港姐 但是刘鸾雄却被她吸引住了 原因是因为 吕丽君性情纯真 性格只帅不做作 也没有心机之说 李嘉欣与吕丽丽君相比较而言 她可能更爱李嘉欣 但她想要吕丽君这样的乖乖女伴 吕丽君还先后 为刘鸾雄生下了一儿一女 在她身边可谓是占尽风头 可吕丽君不知道的是 此时她的身边还有一位竞争者 那就是甘比 甘比曾是《苹果日报》的娱乐记者 她在采访的时候遇到了刘鸾雄 两人一来二去便走到了一起 甘比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 不然她也不会挤掉刘鸾雄身边众多女伴 成为正宫的 在吕丽君与甘比较量生孩子的那几年 她们仿佛谁都是赢家 也仿佛谁都是输家 因为没有成功坐上正宫的位置 谁都不敢轻易松懈 再加上刘鸾雄虽然生性风流 但是她对母亲十分孝顺 甘比恰好与刘鸾雄的母亲 叶书婉关系很好 在她生儿子的时候 叶书婉还顶着高龄 亲自去看望甘比 再加上那几年 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甘比在一旁无怨无悔地照顾着 而吕丽君自露马脚 与甘比争宠无数次 却没能抓住关键的机会 在刘鸾雄生平期间 一年半 她只看望了一次 相比较之下 刘鸾雄认为 甘比是个不爱惹事 特别乖巧的女性 而吕丽君贪得无厌 令她十分厌恶 这也是她为何会去甘比的原因之一 刘鸾雄如今 却被甘比一个人控制得死死的 只能说是一物降一物 甘比天生就是来克刘鸾雄的 甘比长得不漂亮 学历也不高 出身也十分普通 不过 她的情商却是超级高 而且手段也非常高明 多年来 她一直扮猪吃老虎 最终把刘鸾雄吃得死死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